來看這個台中探柱有一間餐點 讓人檢舉說衛生不好 又知道台北衛生局的事案 處去了解 發現說 這個實在是一樣放在肚子 而困難的地方的環境 是不乾淨的 現金要求 業者要改善 民眾提供的商品 發現麵團跟八大 沒有蓋蓋就放在肚子 不過肚子很多的地方都很煩 還以為有加紙塞的 白米中壓 生生的火鍵也放在實在 一樣都沒有蓋蓋 也放在肚子裡蓋蓋 台中探柱的這間餐點 比這個環境衛生的問題 比鑑魚館的衛生局 也讓消費者是很煩惱 覺得蠻離譜的 那個那個門面感覺還蠻乾淨的 對啊 門面 是沒有特別異樣 台中其實安住也派人 整個這間餐點來去找 發現開始有沒有負荷規定的 處境 包括就土地到上面 很多地方都很煩 也開始發生白米中壓 這間餐點 在這間餐點還是正常營業 工廠院當地無人在航廠 以後表示是在原工所檢測 也已經把實在都加工的保存 加工環境的改善 把進這種實在放在肚子裡 這個我會加強 加強的督導 就是員工要把它做好 如果改放的地方就不要放 以卡地限期改善通知書 製造及販售食品 應注意環境的清潔衛生 台中市市安處標示 已經要求授架 在這間餐點 進行要改善 也派人來負責 那是還是有沒有負荷規定的狀況 就要依照違反 市安花的規定 出六萬到兩億的發環 記者 台中綜合佈